原先看似有望成功的藍白河 现在因为双方又有意见分析 再度陷入了僵局 而国民党副秘书长张俊廷 跟柯文哲进办主任周渝修 也在昨天中午私下见过面了 周渝修表示呢 国民党表达在总统选举中 还是期待侯科配 至于民众党的立场 当然是没有侯科配这个选项 但是如果是科侯配的话 大家可以来努力 那侯科两个人呢 因为这个民调误差的范围 认知不同而触交 柯文哲甚至在19号 板桥事实大会上喊出 要用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 来拼占到底 这一席话外界解读说 难道是没有侯科配的可能了吗 那前立委沈富雄认为说 其实是话中有玄机 他认为说柯文哲讲到的是 拼占到底而不是参选到底 他也认为说 这就是柯文哲一年多以来的操作 就是把大家都蒙在鼓里 他也预测 礼拜三以前就会蓝白和 他也认为说必定是侯科配 那再看到侯友宜的新北市竞选总部 总干事李乾隆 他也分析选情 他相信这个阶段 国民党会团结起来 尤其是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被列为不分区的第一名 深蓝这一块有了 那另外包括这个本土地方人士 也都会靠拢过来 回归到国民党 所以深蓝跟本土靠在一起 他认为说会有史无前例的团结 他也推测国民党在北部 或许是可以赢到120万票 在中部则是小赢 当前要沿你的是如何把南部输的票给补起来 对选情是相当的乐观 那前立法院 陈立法院院长的王金平也发话了 他说侯友宜为人稳健 诚恳是最佳人选 也说身为国家掌舵者 一定要稳健 不能够朝三暮四 这一番话也被外界解读 像是在暗讽柯文哲